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穆子 今天我们有几个令人惊讶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多伦多警方逮捕了一名43岁男子 并对他提出了101项与汽车诈骗和重新编号相关的指控 警方建议潜在购车者获取并审查车辆历史报告 以防购买到被盗或重新编号的车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捷报的最新动向 这家公司决定将所有赌注压在电动车上 未来只生产FPS SUV 这是一个大胆且风险极高的决定 最后 福特在一场秘密经销商会议中展示了一款 基于Mavic的新型紧凑型相试车 预计明年开始生产 并可能推出混合动力版本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星报报道 多伦多警方称 一名43岁的男子因涉嫌汽车欺诈和重新编号Rewinning 被控101项罪名 警方表示 这名男子于8月9日被捕 调查人员发现 自2023年11月以来 他在多个Service Ontario地点 涉嫌进行虚假车辆转让 指控包括伪造文件 超过5000美元的欺诈 以及未经授权制作和使用文件等 此外 还有多项与篡改或删除车辆识别号码 WIN有关的指控 警方发布了嫌疑人的姓名和照片 并建议购车者在购买二手车时 务必获取并审查车辆历史报告 以防购买被到货重新编号的车辆 警方认为还有更多受害者 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每日电讯报报道 捷豹路虎公司正冒险全力押住全电动汽车 尽管其网站上仍能找到一些车型 但公司去年已停止生产F-Type 并在今年6月关闭了X车系的生产线 到今年12月 捷豹将只生产和销售一款车 即F-PACE SUV 然而 有报道称到2025年春季 F-PACE也可能被取消 这将使捷豹无车可卖 捷豹曾在2014至2016年间 投资超过5亿英镑用于铝制造 但这些投资并未带来预期的灵活性和利润 现任CEO阿德里安 马德尔表示 公司将用新设计的架构 取代现有的低利润车型 尽管捷豹获得了大量政府补贴 但其电动化计划仍面临巨大挑战 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多伦多星报再次报道 多伦多警方称 一名43岁男子因涉嫌汽车欺诈 被控101项罪名 警方表示 调查史于上月街道举报 称在Service Ontario地点发生虚假车辆转让 嫌疑人Winco Lejar于8月9日被捕 面临篡改或删除车辆识别号码 伪造文件和超过5000美元的欺诈等多项指控 为防止购买背道车辆 警方建议二手车购买者 获取车辆历史报告并核对信息 加拿大保险局表示 近年来汽车盗窃案急剧增加 2018至2023年间全国索赔成本上升了254% Yahu US 阿克伦是一名警察 在周六凌晨于东大街的一家加油站 射杀了一名54岁的男子 根据警方的新闻稿 这名警察是在调查一辆被盗车辆时发生的这一事件 凌晨一点刚过 警察在Duken Dutchess加油站的停车场 发现了这辆被盗的车 警方尚未详细说明事件的经过 只提到在事件过程中 这名警察用配发的枪支开了两枪 击中了嫌疑人 车内发现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枪 但没有说明嫌疑人是否试图使用它 尽管警察在现场进行了急救 但嫌疑人还是当场死亡 开枪的警察已被安置在带薪休假中 案件将由周刑事调查局处理 并提交给俄亥俄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进行审查 最后交由萨米特县大陪审团评估 此外 专业标准和问责办公室也将进行内部调查 结果将提交给警察局长和阿克伦市警察审计员进行审核 The Toronto Star 多伦多大都会区正在兴建三个庞大的新社区 其中一个特别具有创新性 其他两个可以从中学习 位于三角形顶点的是前唐斯维尤机场 这里未来将容纳11万5千人 东南角是港区开发项目 预计将有15000人居住在现在被称为Villers岛的区域 而整个港区最终将容纳4万人 西南角是密西沙家的湖景村 一个前安大略发电站的所在地 预计将容纳28000到4万居民 唐斯维尤的开发项目不包括独栋住宅 主要是中高层建筑 这种规划方式被认为是对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 跑道将被改造成绿色步行大道 新社区将围绕其布局 这种步行化大道将完全不允许车辆通行 是多伦多乃至北美的一个激进举措 相比之下 港区的设计仍然以车辆为主 尽管有计划中的水滨东轻轨 但它沿着车道行驶 密西沙家的湖景村也以车为主 但这里与安大略湖的连接 可能会带来市中心的感觉 尽管如此 这些新社区都可以从 唐斯为由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学习 减少对车辆的依赖 创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Yahoo US最近在一场秘密经销商会议上 福特展示了一款 基于马里克的紧凑型货车原型 预计将取代已停产的Transit Connect 这款新车可能最早在明年亮相 但目前尚无具体名称 生产时间和制造地点的详细信息 尽管Transit Connect曾从西班牙进口 但福特原计划在墨西哥的 Airmoseal工厂生产下一代货车 与Bronco Sport和马里克共用平台 2023年Bronco Sport和马里克的销售量 分别增长了28.1%和26.5% 这可能促使福特重新考虑 紧凑型货车的市场潜力 虽然目前没有关于这款新车的 动力系统信息 但它可能会像马里克一样 采用混合动力系统 使其更具吸引力 多伦多星报报道 安娜和雅各布在14年前 发现了一处隐藏的宝地 位于皮克林的390 Woodrange Avenue 这座独特的2.5层住宅 靠近Rush国家城市公园 俯瞰Rush河 不行即可到达安大略湖和冰水不倒 房屋的森林环境和独特的建筑风格 让他们一见钟情 尽管房屋内部在他们搬入时非常陈旧 但经过多年的改造 他们将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家 融合了斯堪蒂娜维亚和日本风格 强调是内外生活的无缝连接 房屋内有宽敞的多层甲板 光滑的高光厨房 和带有双人浸泡浴缸的蝉翼水疗区 周围的自然环境 吸引了各种鸟类和野生动物 是户外爱好者的理想居所 多伦多星报 在西雅图的Dirtfish Lally学校 试驾了福特Mustang Marky Rally电动跨界车 这款车专为越野条件而设计 配备了专门的悬挂系统 轮胎和调校提供480马力 和700磅英尺的扭矩 续航里程为426公里 试驾时 记者在泥土和碎石覆盖的测试赛道上 体验了这款车的出色操控性和驾驶乐趣 尽管外观更加激进 内部依然保持了Marky一贯的简洁风格 Rally版本还具有更高的离地间隙 和更好的越野性能 适合在加拿大冬季使用 尽管其价格比GT版本高出5000美元 但对于经常在恶劣路况下驾驶 或需要更高性能的驾驶者来说 这笔额外支出是值得的 多伦多星报报道 林恩 范加利斯的汽车生活 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循环 作为一名来自彼得堡的青少年 他曾经重建了一辆蓝色的雪佛兰Nova 最近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修复工作 一辆1967年的C式皮卡 林恩从小就对汽车充满兴趣 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在高中学车时 他甚至用带有铲血装置的 倒骑卡车通过了驾考 他的第一次完整修复 是1973年的雪佛兰Nova 而这次的卡车 则是他的最后一次修复 尽管经历了婚姻 离婚和重新找到爱情的过程 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汽车的热爱 他的丈夫约翰理解并支持他的爱好 帮助他找到并修复了这辆卡车 经过四年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 林恩终于完成了这辆卡车的修复 他为卡车装上了橡木箱 列车喇叭和高性能的发动机 甚至定制了一个符合他身体的座椅 现在 他和朋友一起参加汽车展览和巡游 享受着他亲手打造的梦想之车 《环球邮报》 讲述了83岁的布拉姆·莫里森的故事 这位加拿大儿童心目中的歌手 曾经在1968年做过出租车司机 当时他27岁 正在和民谣歌手艾伦·米尔斯一起巡演 为了谋生 莫里森决定在夏天开出租车 并计划之后去师范学院成为小学教师 开出租车的自由度让他着迷 但他很快发现 要赚到钱需要长时间的工作 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 司机们通过调度员的无线电接单 虽然没有GPS 但多伦多的路况相对简单 莫里森最喜欢的是 与乘客交谈的机会 从商务人士道姓工作者 各种各样的人都曾坐过他的车 通过这些交谈 他开阔了眼界 了解了更多不同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 这段经历 不仅让他更好地理解了社会 也为他未来的音乐生涯 提供了宝贵的练习机会 《环球邮报》 还探讨了加拿大和其他工业国家 在面对第二次中国冲击时的应对策略 2021年 随着恒大集团的倒闭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导致中产阶级减少消费 为了恢复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将大量储蓄引导到制造业 导致供过于求许多企业亏损 面对这一挑战 各国可以选择投降 防御或进攻 投降意味着接受廉价的中国商品 虽然能保持低通胀和低利率 但会摧毁本国工业 防御则是通过关税保护本地就业 但也会提高消费者价格 并未必能复兴本地工业 进攻则是通过工业政策 发展新制造能力 如拜登政府的策略 然而 这种策略需要长期的国家共识和协调 才能真正实现制造业的复兴 Telegraph 在英国怀特岛东海岸的Bembridge Point 一场关于海滩停车场的争执愈演愈烈 停车场的老板Malcolm Forbes 被指控使用三英尺高的混凝土护栏 困住了一群旅行者 并要求他们支付费用才能离开 Forb称 这些旅行者滥用了停车场的设施 留下了垃圾和废物 对公共厕所也造成了破坏 旅行者们则表示 他们多年来一直来这里 并且一直很尊重环境 尽管如此 Forb在7月22日给他们发了通知 称整个停车场将被封锁 剩余的车辆将被收取移除费 旅行者Peep Amos抱怨说 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通知时间 应该有7天的正式驱逐通知 他希望能留下 但由于工作不得不离开 警方表示 这是一个民事问题 而地方议会则 称因为是私人土地 他们没有管辖权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 在一场气候变化活动中 向欧盟和美国发出挑战 要求他们加大生产负担 值得起的电动汽车 意味 以证明对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关税的合理性 吴鹏表示 中国在2023年 生产了近950万辆电动汽车 并出口了近180万辆 这有助于减少全球约5000万吨的碳排放 欧盟和美国指责中国通过补贴扭曲市场 但吴鹏认为绿色能源生产能力属于全世界 并指出中国生产了全球70%的太阳能和风能设备 吴鹏强调 如果我们真心对待气候变化 任何国家的绿色能源生产能力 都应被视为全球的财富 中国已经在非洲 实施了数百个清洁能源项目 并在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Foucault上将重点讨论绿色发展合作 Telegraph 英国财政大臣Rachel Reeves 面临一个电动汽车EV问题 一方面 她所在的工党政府 承诺加速向电动汽车的转变 另一方面 她需要在10月的预算案前 填补22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 预计从明年4月起 数十万电动汽车司机 将面临600英镑的税收增加 而政府官员还在推动长期实施 按英里收费的道路方案 尽管电动汽车销售已经放缓 但财政部计划对电动汽车 征收车辆消费税 路税 这将使电动汽车与汽油和柴油车 在税收待遇上平等 行业专家警告 这一举措 可能会进一步打击电动汽车的销售 特别是那些价格超过4万英镑的车辆 汽车制造商敦促政府 通过减税来刺激需求 而不是增加税收 CBC报道 加拿大女子塔利 奥斯本 Tally Osborne 在没有手臂和短腿的情况下 花费了7年时间和近10万美元 终于实现了驾驶梦想 奥斯本出生于蒙特利尔 在多伦多长大 成年后搬到汉米尔顿 目前居住在拉斯维加斯 她的梦想车是一辆改装的紫红色 Mini Cooper 她的旅程始于一次 花费1000美元的职业治疗师会面 随后她购买了一辆二手Mini Cooper 并从车行获得了改装报价 几乎达到10万美元 为了筹集资金 她寻求补助和募捐 但Covid 19大流行打击了她的希望 她的母亲甚至建议她卖掉车 然而 奥斯本坚持不放弃 继续支付车款和保险 直到战争截支者儿童项目 War Amps Child MPT Program 通知她 他们将支付剩余的费用 这让她几乎泪流满面 车的改装工作 由安大略省柏林顿的 Cortland Mobility完成 经理汤姆 兰开斯特 Tom Lancaster 表示 这是一种独特的情况 改装设备非常具体 且适应个人需求 改装包括 安装在左门上的5英寸直径方向盘 延长的油门和刹车踏板 用于换挡和打转向灯的触摸屏 以及奥斯本可以自行系上的安全带 车还被运送到缅因州 进行部分改装 然后再运回 这是另一个巨大挑战 取得内华达州驾照时 她还需要另一名职业治疗室的报告 并处理一些假设她有疾病的表格 这让她感到被侮辱 奥斯本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她的旅程 其中一段她驾驶的视频 在Instagram上 获得了2140万次观看 尽管大部分反馈是正面的 但也有负面评论 质疑她的驾驶安全性 和独立驾驶的必要性 她表示 这些评论让她感到难过 但她坚信自己会成为更好的司机 现在她已经拿到完整驾照 母亲也改变了看法 奥斯本计划开车去洛杉矶看朋友 她的妹妹米尔 美尔表示 非常期待能在拉斯维加斯 被塔利从机场接走 这象征着一种独立和自由的生活 这对于很多残障人士来说 是难以企及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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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